去年有42个人因为工业意外需要截肢 过去两年所发生的截肢事故没有改善 人力部将在今年5月推出新的计划 协助企业购买符合本地安全标准的工业器材 阻止因为使用不安全的器材而导致的截肢事故 人力部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 今早在年度首部安全运动的推展仪式上说 去年共有46人死于工业意外 其中6人来自制造业 另外制造业去年共有122人在工业意外当中受到重伤 是造成重伤人数第二多的领域 而器材事故是最主要的原因 扎吉哈说许多的器材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为了防止公司使用不安全的改造器材 或者是采购不安全的器材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委员会 强力推荐买家购买符合安全标准的机器 人力部即将在5月推出新的计划 确保公司所采购的器材符合我国的机械安全使用标准 在执法方面 扎吉哈也说将从下个月到6月展开行动 检查涉及使用高风险器材的制造和旧建筑活动